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使徒行战》第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圣灵珍惜司体坊 爱他 纪念他 司体坊的人生 就像耶稣说的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以下我们看司体坊工作的后续 现在我们看《使徒行战》十一章十九节 圣经说 那些因司体坊的事 召唤难世上的门徒 只走到菲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弟兄姐妹以上经文提到福音的管传 有四方面值得思想 第一 传福音的原因 第二 传福音的食指 第三 福音传道的地方和对象 第四 传福音的宗旨 现在我们看第一点传福音的原因 经文说 因司体坊的事 这事是指司体坊的训道 路加这辆说为强调福音管传与司体坊的训道有关 第八章说 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与司体坊的训道有关 第九章说 司体坊训道以后 扫罗厉害的逼迫基督徒 主却遇见他 呼召他起来传福音 这里又说 因司体坊的事 是的 司体坊所遭遇的事 更加福音兴旺了 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 传福音的食指 你问传福音的食指是谁 圣经说 他们是因司体坊的事遭患难世上的门徒 所以这些传福音的人 他们见证司体坊的训道 佩服司体坊的忠贞和勇敢 他们有为耶稣受苦的心智 他们是无名的传道者 但这些人不是使徒 乃是平信徒 不是在安稳安逸中的人 乃是为信仰耶稣而遭患难的人 不是安居在家中的人 乃是分散到隔地四处逃难的人 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每过一阵子就拆门徒去传福音 主的使命始终逐一 方法却略有不同 这次的差遣是借着逼迫和患难 若不是借着逼迫和患难 门徒可能不愿意为基督站立起来 若不是借着逼迫和患难 门徒的知识和灵命 可能没有如此的成长茁壮 若不是借着逼迫和患难 福音可能没有如此快速的传扬出去 使外班人因听见耶稣的道而得救 现在我们看第三方面 福音传道的地方和对象 圣经说 只走到菲尼基和塞浦路斯 并安提阿 这里路加提及三个地方 第一菲尼基 菲尼基在地中海的东海岸 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沿海一带的地区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和马可福音第七章 都记载主耶稣曾进驻推罗和西顿的境内 依着一个菲尼基族的迦南富城的女儿 菲尼基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他们自称为迦南人 被希腊人称为菲尼基人 菲尼基人上于航海和经商 在全盛的时期 曾控制了地中海的贸易 真奇妙 由于逼迫和患难 福音传到了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沿海一带 第二 塞浦路斯 中文圣经和合本翻译为居比路 塞浦路斯岛是地中海东北部的一个海岛 面积是9251平方公里 是地中海第三大岛 仅次于西西里岛和沙丁岛 在地理位置上 塞浦路斯岛属于亚洲 但在历史、文化、政治上 却是欧洲的一部分 记得巴拿巴就是塞浦路斯人 巴拿巴和保罗宣教到达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塞浦路斯岛 他们从西到东广传福音 第三 安提阿 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 第一大城市是在地中海西北面的罗马 第二大城市是在地中海南面的亚利山泰 就是今天的埃及开罗 第三大城市是在地中海东面的安提阿 它是叙利亚省的首都 曾经有人这样说 提到敬拜耶和华 人们会想到耶路撒冷 提到政权 人们会想到罗马 提到学术权威 人们会想到亚利山泰 提到直学 人们会想到雅典 提到三叶和腐败的道德 人们会想到安提阿 弟兄姐妹 从以上的一番话 你对安提阿 可能有一个简单的概念 现在我们看第四点 他们传福音的宗旨 正经说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你问为什么这样呢 是他们心胸狭隘 还是他们存在种族的歧视 他们不是基督徒吗 回答 从前面 犹太人来找彼得 争辩的例子 我们知道犹太人 与外邦人没有接触来往 很自然的 就不向外邦人传道 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是福音被传开的次序 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保罗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但路加把这事记载下来 一方面是在讲述事实 另一方面 我要突出神即将拆拜别人 来做这工作 神只要犹太信徒 做指定他们的部分就够了 其余的部分 神会安排父子 归根结底 神的工作不会受拦阻 不会受限制 最重要的是保罗在 菲律比书第一章十八节说的 这有何凡呢 无论怎样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 并且还要欢喜 现在我们看经文第二十节 圣经说 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 他们到了安提阿 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 弟兄姐妹 这是一节了不起的经文 我们从四方面思想 第一 旦 旦是一个连接词 起着城上旗下的作用 从上下文看 这里的旦 在传福音的策略上 是一个分水岭 以前只向犹太人传福音 现在转为向外邦人传福音 所以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改变 第二 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 稍早 我们已经略略提过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是安提阿西南面的海岛 最短直线距离为160公里 古利奈人呢 古利奈在非洲东利比亚最北的城市 离埃及的首都开罗约920公里 离彦路斯上人约1300公里 记得主耶稣在往格格他去的路上 罗马士兵勉强一个鼓励那人 名叫西门 要他背负主耶稣的十字架 第三 他们到了安提阿 使徒行脏第十章记载 彼得来到犹太省的首都 盖撒利亚传福音 现在记载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 来到叙利亚的首都安提阿传福音 正是有很多的突破和前进 安提阿离地中海岸约32公里 是耶路撒冷以北480公里的城市 这里偶像伶俐 庙语比比皆是 希腊女神达菲尼和她的配偶 阿波罗的崇拜中心就在这里 安提阿在第一世纪有超过50万的人口 这城市以淫乱赌博著称 被异教恐怖的阴霾所弥漫 有人说安提阿人生活在淫乱邪恶的里面 第四 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 感谢主耶稣的福音 终于传到安提阿这个城市 更可贵的是把福音传到这里的 是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信徒 圣经没有提及他们的名字 但他们绝对是无名的传道者 他们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 包括耶稣的生 耶稣讲的道 耶稣的怜悯 耶稣的作为 耶稣的提示 耶稣的埋葬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升天 耶稣的再来 希腊人虽然有很多直学家 但直学不是真理 直学没有公义 直学没有给人盼望 直学不能施行拯救 只有主耶稣 他能给人安慰 盼望与亮光 他给人赐罪和永远的生命 现在我们看经文21节 圣经说 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弟兄姐妹 这里最美丽的字 是主与他们同在 世界上没有比主耶稣同在更重要 另外 主与有名的使徒同在 使用他们 主与有名的执事同在 使用他们 前面说 主与耶路撒冷的门徒同在 使用他们 现在说 主与来自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基督徒同在 使用他们 主真是没有偏袋人 主能够使用任何人 圣经没有记载这些信徒行神迹 但结果是令人兴奋的 是充满荣耀和胜利喜悦的 圣经说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我真喜欢信而归主这个表达 这里的信是信耶稣基督 自信使怀疑消失 自信使人找到方向 自信使人看见亮光 自信使人得着力量 但信是在心里 在思想上 还必须归主 归主是公开地承认他 是降服于他 接受他的统治 是家住他 跟从他 是属于他 是与他合一 在结束今天分享之前 我要提一件事 就是主与什么人同在 使用什么人 做他步道的工作 回答 主与传讲耶稣的人同在 主使用传讲耶稣的人 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有时 围要对方知道 我们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就在对方面前 大肆炫耀自己的知识和学问 结果一五收成 有时我们企图要赢得人心 就讲许多教人认同的话 结果徒劳无功 但从今天的经文说 这些塞浦路士和古利奈的信徒 见到希腊人并没有与他们谈论直学 只向他们传讲主耶稣 主耶稣就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这是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 这是最伟大的讲道 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榜样 请大家对主耶稣要有信心 要以他为种 要高举他 见证他 要讲得正确 讲得全面 圣灵就要透过我们工作了 请记得罗马书第一章16节的提醒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又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9到21节的话说 弟兄们 你们门招的 按之周体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余作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转作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悲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我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若我的神灵 像一只罗主 我甘心愿意 为主燃热 主在释迦当我 有万别 护我痛苦 为我破坏 为此释迦其生的生命 我最软弱 如阳宗 你从天心记录 主人用爱 感动吸引我 主在释迦当我 有万别 付我痛苦 为我破坏 为我破坏 此释迦其生的生命 我最软弱 如阳宗 你曾变心几乎 主人用爱 感动吸引我 如我的生命 将一只罗主 主求你让我 愿为你燃热 如我的生命 将一只罗主 我感情给你 为主燃热 如我的生命 将一只罗主 主求你让我 也为你燃热 如我的生命 将一只罗主 我感情给你 为主燃热 主在释迦当我 有万别 付我痛苦 为我破坏 为我破坏 因此释迦其生的生命 我心软弱 如阳宗 一场平行几乎 主人用爱 我感情愿意 我感情愿意 为主燃热 我感情愿意 为主燃热 为主燃热 我感情愿意 我感情愿意 我感情愿意